是谁说范冰冰没有演技来着 她增身演过由古龙小说改编的古装剧 小鱼儿与花无缺 她在其中饰演了女主角铁心兰 当铁心兰死的时候 可是惹得不少观众哭断肠 戏外的范冰冰不仅长相气质家 她在服装搭配方面 也很有自己的品味 一起来看下吧 范冰冰披着一头平顺的长直发 鬓角处都用了发胶等定发剂 抹平了细碎的毛绒发丝 整体给人一种清晰干练的印象感 而且她脸上的妆容十分特别 与浓量感不同 平直的一字眉形 搭配暗红色的口红 整体妆容给人一种高冷的孤傲感 范冰冰戴的耳坠十分夸张 两边耳朵都垂挂着八正大的五角星耳环 随着她的步伐摇摇晃晃的 真担心她会被耳环的五角星款式扎伤 看着脸疼 但不得不说 这霸气的硕大五角星 搭配干练的女王气场 位十足的深色妆容 真的很抢眼 范冰冰穿的套装 是一身剪裁十分大方的西装套装 而且她这身套装设计感很足 没有乱花见玉迷人眼的碎花硬花等花勺元素修饰 西装上面都是一条条的裂纹 像豹子一样很吸睛 范冰冰真会玩 一身裂纹西装帅气十足 但这耳环看得脸疼 再来看看范冰冰的其他造型吧 范冰冰身穿一整套的粉色西装套装 里面穿的是同色系的层叠高零款 外面的西装则印满了质感十足的花朵图纹 粉粉嫩嫩真是可爱极了 全身带有粉色的干品 让她周身围绕上罗曼蒂克的氛围 整体造型称得她很优雅端庄 范冰冰身穿一套黑色礼服装 搭配精致的猫眼妆中 虽然看似有些凶狠 但是五官十分立体 她就仿佛是不小心进入镜头的魔女 很是强烈 范冰冰在服装穿搭上 都很有自己的时尚品味风格和讲究 就像不小心进入镜头的魔女